维路斯这个珍珠少女帮发真的非常温柔 今天将你两步学会这个娇俏可爱的法式盘发造型 我们先在后脑上画一个弧形 这样呢绝不会露出难看的发缝 然后第一步留出两指宽的头发放到前面备用 再把后面的头发拿小皮筋给它扎一下 扎好以后我们从正中间掏一个洞 然后把头发向内翻转一圈 接着要把旁边给抽蓬松 抽完之后呢后脑上就会一个很蓬松的纹理造型 然后第二步我们把前面这头头发拧几圈 从这个洞里掏过来 最后把剩下的头发给它一分为三 我们来编一个麻花片 扎好以后记得把旁边给抽一抽 然后把这个发尾从刚刚你套那个洞里面再绕一圈过来 像我头发稍微有点长 所以大概要绕个两到三次 看这样它就已经盘在头上了 最后我们拿出一个一次夹 把你这个发尾给别在你的后脑勺上 这里留好呢咱们再拿甲板给它向外打理一下 那右边是一样的方法 两边都扎完之后呢真的就非常有涂发型 我们先把头发分成两份 在耳朵下方的位置呢 用皮筋绑好扯松 从扎和头发中拿出一撮撮头发 顺时针在皮筋上绕一圈 再用小夹子把这个签和你后面头发固定住 那简单又可儿子垂耳突发型就好了 接下来这个发型是进阶版 你拿出一缕头发 逆时针绕在皮筋上 将这三股头发绑成麻花片 把片子拉扯蓬松 少女敢拉满的双麻花发型 手残档眼的轻松购头 第三种呢是这种扭扭双麻花发型 我们先在头顶画Z字 把头发分成两半 用皮筋固定住 这股头发可以扯松一点 前面头发分成上下两分区 一起向下绕圈 再交叉两次 和后面那股头发一起绑好 卷发棒记得给发尾再来一点弧度 学会这三样轻松拿下 音乐节都去给我扎这个麻花片 头发少苦恼的姐妹看过来 头发上面分成两份 皮筋扎住 从中间掏个小洞 也可以加个条然假发片 再起头发分成两份重复步骤 把扎起来的头发 编成麻花片 后面留出一部分头发 包住第一个麻花片 再分成三份编麻花片 头顶头发扯蓬松 夏天气音乐节又辣又凉快 先把头发从耳朵位置 给它分成上下两层 使指和拇指捏入发根 然后把头发向上翻转 顺时针转半圈 然后用拇指这样给它压住头发 再捏时针转一圈 这样固定住之后 我们用发簪给它 发簪一定要向下挑 向下挑挑住 就是偏近我们头皮的这里的头发 然后再从另一个环里挑出来 这样头发它就能够固定住了 这样盘出来头发它是自带纹理的 而且特别饱满 就不会显得脑袋便便的 第二款取出耳侧两边的头发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啾啾固定在正中间 或者稍微偏侧面一点都可以 然后再把头发从下向上向内给它翻转一下 回到正面我们把头发稍微扯的圆润一点 然后用发簪固定在这个小啾啾上面 然后我们从两侧再取出两侧头发 然后把头发来回交叉两次 然后我们把头发绕在这个发簪上面 看到没 就这样绕上去之后 然后再把头发向下 然后再来回交叉一下 就我们把头发合并在一起 就像这样把它固定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下面就可以了 这种八次交叉的发风 这样如今它就能够自然的通风起来 后面一个头发也给它分成一种大的Z字形发风 这样扎好之后后面的发风也是隐藏起来 我们从耳朵这个位置把它分成这种上下两层 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把它向后 向后去这样交叉 再回交叉个两次 这样 它就能够在耳朵这个地方下 把这里头发给鼓起来 然后我们取下面的头发 下面头发给它提起来 然后这样直接编三个编 刚发现分配的不均匀的时候 就这座头发太少的时候 你就把这多的头发给它分一点 分过去 看 这个地方就非常饱满 然后我们可以再手动给它 耳朵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它烂一烂 普通的麻花变成就是这样的扁扁的 然后要往后扩活动它 就这种很有纹力反正比较饱满 来一定要收藏好这四款 能把你够是甜后的甜妹造型 让它小心脏你碰碰乱掉 第一款就是谁扎谁好看的贴耳霜那位 我们先把耳朵前面这一缕头发 给它放到前面备用 然后后面的辫子呢 一分为三 再扎几件麻花 差不多三节的样子 拿皮筋给它绑一下 再把旁边的纹理给拉蓬松 最后把前面这一缕头发 给它向后绕 然后在皮筋上绕两圈 最后拉开皮筋 把发尾给收进去 这个位置你可以带上各种各样 你喜欢的配饰 这样一个又闲脸小 又闲脸的超皮霜脉尾就完成了 第二款软弱平甲的千斤侧边发 我们可以这样先画个偏分 折成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再用一根细皮筋从正中间固定住 最后用一颗夹子 把它给固定在咱们的头皮上 这样一个美女感很强 而且能在街上从来不装款的发型 就搞定了 第三款谁扎实是刘依飞的气质公主套 我们从耳朵这里画一条线出来 然后把后半部分头发 先给它向后备用 接着前面这束头发 从眉毛这里给它上下一分为二 然后把下面这束头发向上绕一圈 拿一颗一字夹 给它固定在颅顶这里 好 这里会有个直升索 优贤脸很小 接下来把后半部分头发 给它往前盖住 这个发型就是又美又快速 一分钟就能搞定出门 最后一款就是 欣欣子也在扎的水母麻花片 我们先从头顶 这样斜着画个C 来分一下区 然后画出来这片头发 我们先给它扎一下 扎的时候上半部分的手 要这样放松一点 然后扎到下半截的时候 就开始给它捏紧 最后这把发根这里的头发 给它撤松 接下来就是一样的手法 一边编三个 这样一个躺份超标 水母造型就搞定了 所以骑西游业会的宝族 开始码住这四个发型吧 但不完全一样 主要是我们日常比较好上手 需要准备两个甲子 然后两个这个皮筋 前面大概三只块左右 看这里分出来 然后后面 把它分成一二三三分 然后后面分一小拖 把这里头发给它 向上这样压住 然后这样扎一下 你看之后把这里头发 你看这样压在这里 然后用一个发夹给它 向上固定住 然后再把这里放下来 有流汗你们就把流汗流出来 没有流汗的话就像我这样 直接扎就好了 后面头发都这样扎好了之后 我们把头顶头发 轻轻的给它向后输一点 不要说的太贴 稍微有点蓬松感 为了让我们后面头发 看起来饱满一点 并且不露发疯 所以我们需要把后面头发 给它一分为二 然后给它交叉一下 交叉一下这里头顶的头发 它就能够饱满一点 并且这个发疯也不会露出来 交叉好之后 我们把下面头发 也是同样的一分为二 左边头发对着 右边下面头发扎起来 右边头发对着 左边下面头发先给它扎起来 然后用我之前教你们 那个低丸子头的方法 把下面头发盘起来 扎的位置不要太靠近脖子 要稍微离脖子有两到三指宽 偏靠耳朵的位置 把皮筋这样你看 给它套过来 套过来之后 你看大拇指向下翻 然后把整个皮筋这样 翻转个两圈之后 然后我们再捏回 刚刚就是固定着啾啾的那只手 固定住之后 我们把皮筋给它翻过来 就是头发比较长的 它会有一部分头发 就是在外面先不用管它 等最后我们再给它 用小卡子固定一下就好了 这里我没有加速 你们看不懂的话 可以来回多看两边 这样盘出来头发 它自带花苞感 就不用我们去绕呀绕 或者用卡子卡了一下去的 然后还固定不老 另外一边的啾啾 也是一样的这样盘 这样盘出来两边 它就是有两个花苞对在一起 这样它就会显得发量多 然后也会显得我们后脑勺比较饱满 然后上面多出来的这种长的 然后可以用一个卡子 把它卡到里面 所以我们拔出镜这里头发 再轻轻地慢慢地 给它调一下 就是轻一点 就一点一点把它调得 把它调得圆润起来 如果都还比较切的话 你们就用夹板 放开 表面如果有小头发的话 就用干胶 然后用这种眉刷 把表面的小头发 碎头发梳一手就好了